2020年我做過最成功的事情 就是 這一定要的 這很可愛 沒有 因為現在的那個電視高畫質 所以就是 到底誰發明的這種東西 4K 5K的 然後細紋 毛細孔 非常清楚 很清楚 然後自己要面對這些事情 我就覺得好可怕 我想要就是希望可以 就是盡量 就是年輕一點 所以就是我做了一個 很厲害的一個最新 最高科技的一個保養 走 我們現在去看 有 要去看 先去看 有一個太空船 很大又走進去 我還比較想看這個 勝過車 我也是 我也是很厲害 那我做的就是 凤凰電波 有 聽到好多 對 因為它是那個 透過那個熱能 去刺激我們皮膚生成的 膠原蛋白新增 所以就是它是最自然的方式 然後就變得年輕這樣 會不會很痛 對 其實不會 因為其實呢 因為我要做這些 比較醫美的東西 我會變得 我這個非常小心的 因為我本身的皮膚 有異位性皮膚炎 非常敏感 所以我要調所有的保養品 都要就是最溫和 就不會太刺激到我自己的皮膚 所以就是 都會非常地小心 要比我們一般的人 要特別注意對不對 對 然後呢 是因為透過朋友 就是朋友介紹了這個 凤凰電波 然後我就覺得 我好想要試試看 因為它不需要 它是那個 不用麻醉 它的過程呢 你是醒著的 就是 你是可以 跟醫生好好的溝通 如果你有任何問題 你都可以跟醫生溝通 所以就是非常地安全 對 然後呢 就是我打完之後 就是兩三個禮拜後 發現我的皮膚變得很 然後呢 我的五官變得更立體 我是覺得 怎麼可能會這樣 真的 因為它是會慢慢地新增 自己本身的膠原蛋白 所以就會就是細緣 它越來越緊 就越來越立體 就變眼睛 回到年紀 像剛出道的時候一樣 這樣對不對 對 所以我覺得非常非常值得 做的一件事情 它不需要修復期 直接就可以走出一個 馬上可以上班 連衣不會同嗎 馬上可以跟王少偉去露營 這麼好 可以 妳要擦個防曬吧 對 要擦防曬 防曬 保濕 對 保濕要做 而且反而我覺得就是 保養的東西變得更簡單 因為它自己 平平快快 不需要那麼多了 不需要了 因為它就是自己的本身的膠原蛋白 就越來越多 就是新增 所以就是 皮膚的狀態會越來越好 因為人就是25歲之後 都會那個膠原蛋白就會流失 所以一定會就是慢慢慢慢細緣 毛細孔會變大 這些事情都會 因為垂了嘛 所以垂了毛細孔就會變水滴狀的 本來年輕的時候 還看不到毛細孔 是圓的 那每一個都是垂垂垂 慢慢的就會這樣 其實當初艾莎出道的時候 就跟我算是滿同期的 我就看她到現在好像都 都感覺差不多 因為就是凤凰電波 凤凰電波 你們以前看起來是同事 現在有點像是 我是長輩就對了 對 女輩什麼 艾莎都會想家姐會叫妳少偉哥 對 對 那但是就是要打這個的時候 一定要有一件事情 非常非常地要注意 假牙拿下來 假牙 沒有 就是要去注意說 它是不是原廠的 對 要去 怎麼去判斷它是原廠的呢 是你要去看它的盒子 上面有沒有那個方位標籤 什麼東西 方位標籤 然後上面也會有QR Code 黑掃 對 所以用手機具掃 就可以很快就知道 它是不是真的了 這麼方便 其實我是去年年底的時候打的 所以是2019年 對 2019年的年底打 維持這麼久 其實差不多已經是一年的時間了 可是我們不知道 妳跟妳以前的差別在哪裡 其實我今天有準備的照片 前面 可是之前還知道 妳眼鏡戴這麼大 為什麼我要戴眼鏡呢 就是這個 因為其實那個時候的臉 是比較圓的 然後就是 戴眼鏡就可以遮起來 對 就是 有小細微也可以靠眼鏡遮起來 對啊 遮起來 所以它可以打到眼睛這邊 是不是 其實都可以 而且它會去就是看妳的 皮膚的狀況 膠原蛋白的狀況 去打它的能量是多少這樣 所以它不是一個療程 就是比如說妳打一次 可能有效果 就可以一直維持下去這樣 不用說有的什麼 什麼有的療程 不是一次要打兩三次 連續的時候 沒有 就是妳打一次就好 而且打的過程是 一個小時以內 就結束了 真的是吃午飯就可以去打 對啊 沒有修復期 也不會覺得 就臉不舒服 也不會有任何的傷口 所以就是很安全 很自然的一個療程 OK 這是它最成功的 很漂亮的方式 超棒的